再来是林志明说到他状的这个甜蜜蜜蜜 吃起来有甜 但是皮哪会厚 是因为太过头 早餐收还是说皮料的问题 要怎样改进 这个甜蜜蜜有到甜 皮很厚 大概这样应该是你的技术 你管它皮 笑不拔就好了 吃不甜而已 那么这个里面应该其实在这个 当然这个 这个花子会黏 黏一堆 其实皮高 有时候甜蜜蜜蜜 那么有一个你这个皮比较厚 是你这个氮肥的这个用量 这个淡属的这个量的量比较高 所以这不应该 如果是会甜 就是吃起来会脆会甜 因为这个颜色也差不多 所以一般这个厚皮 太早採收是没有什么太大的 这个当然有关系 但是不是像你已经会甜 如果说太早採收 一般就不会甜了 所以会甜 但是这个比较厚皮 所以这是最主要 最主要的是这个 氮肥 你的氮质比例 你头前可能淡属较高 买期的这个质肥用量不太够 那么所以呢 这个氮质比有一点点的不错 我们台义说是说收肥 收了较慢 就是说我们要给它拌 对吧 氮质要有这个氮肥 只有氮质 所有的质也都要淡属 但是我们要给它太早收 就是那个 你收肥的时候太慢了 我说应该是要 它这个要较早就算了 它不会一直拌 皮比较厚 所以这个是前期的这个氮肥用量 有一点点较稍微 有一点点厚皮 但是这种骨子如果会甜 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它会有点满舒 它会贴在那里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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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 反正最主要是要甜 你会甜 人好吃 好吃人就不危险你厚皮 你如果是要吃呢 就比较薄薄的 我说这骨子吃薄薄 哪不用痛 因为骨子薄薄薄有什么好处 没有什么好处 骨子薄薄薄是消费最好 对吧 他会觉得说 嗯 像我们在吃玉盒包 他整一顿都没要劲嘛 因为他那一桌子只有一桌子而已 对吧 整个吃到都是肉 你如果吃骨子薄薄的 腰太厚 那籍子很大 现在大家就说吃这个比较好 但是那一斤多少 那一斤多少 不可以买买这样费 当时买一台车 这个30万 这个台湾可能没有30万的车 买一台车60万 买那300万的车 买那300万千多万的车 比说这跑去怎么从没人那买 有你 那不是这样费的 对吧 同样的一个 同样的一个 比平就好了 所以这不必要太纠结 但是就是说 肥较厚 肥较厚 有时候就是 这个就是你的蛋肥 烧好有更多 因为我们一般来说 就是在澳边一块 那么 开始在中国 度到差不多的时候 你就要开始收肥 灯不可以虽然 那么这个是一个得力 所以就稍微做一个了解 这应该是这个蛋的问题